惨败后国语中等来好消息,又积奥运冠军回归,被誉为倡日女侠。 北京时间3月12日,世界雨连更新了2018年,灵水羽毛球大失赛的参赛名单,中国队将派出多达80人的阵容参加本战比赛。 其中,最引人关注的当然就是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单金牌得主李雪瑞了。 根据消息,李雪瑞已经确定,会在2018年,灵水羽毛球大失赛上复出,这是他在里约奥运会女单半决赛受伤后,时隔一年又八个月后,再次出战国际比赛。 在去年的第13届天津全运会上,李雪瑞曾试水上场打过女双比赛,但回归对跑动要求更高,强度更大的女单赛场仍然是首次。 李雪瑞的回归对处于低谷的国语女单说,无疑是一记强心针,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,国语女单真正是一贯男球,更是多次被日本两名身高,只有一米五的名将山口西,奥远希望狂虐。 这让球迷期盼李雪瑞复出的心情更加迫切,要知道,李雪瑞在对阵日本球员时真正是碾压式的,极少极少输球,现年27岁的李雪瑞,2010年正式进入国语一队后,以惊人的速度篡升,并在2012年伦敦奥乐会上一举夺得羽毛球女单金牌。 李约奥乐会,李雪瑞在半决赛对阵西班牙名将马林时遭遇严重伤病,接受手术治疗后,休养了一年多时间,如今终于要王者归来了。